在所有的公務體系裡面 除了像李萊希這種公務人員級的人渣 他怎麼會去把一個所有 我覺得不止這個王委員他的心情 其實所有我自己兩個小孩子 我一個小孩子那個年紀 如果小人炮現在還在的話 搞不好年紀跟他差不多 所以王冠宇委員他的心情我感動深受 你怎麼會把這樣的一個悲劇 竟然說拿這個小朋友的小燈泡的頭顱 又重新這樣子來撕裂 傷害一個母親 我實在是我真的遇到李萊希 像這樣子公務人中的渣 我真的覺得很難很難接受 這種言論之低級之不入流 之毫無人性已經到一個極致 這很明顯就是韓國瑜跟他韓粉們 怎麼樣去塑造社會的仇恨跟對立 怎麼樣反對台灣民主的進行 試問一下為什麼李萊希要這麼講 他就要打擊跟動搖 王冠玉的這個信心 人都是血肉做的 你講這麼惡毒的話 你有沒有想過他的心情是怎麼樣 那你為什麼要這麼講 不就是因為你覺得這樣講之後 會有效嚇阻別人站出來罷韓嗎 那你背後的政治動機跟立場是什麼 你要去挺韓 那是你個人的言論自由 不會有人怎麼樣 我們就理性去敲鋒 為什麼你要輸出這種人生工具 去掀起一個人 一個母親 他可能這輩子都沒有辦法忘記的傷痛 結果李萊希他在剛才的時候 還在臉書上面更新說什麼 你不要用家庭悲劇去謀取不相稱的權位 什麼叫不相稱的權位 是人民認為 王冠玉經歷這樣的悲劇之後 他堅強的認為要去擔負上責任 去改革台灣改革社會 所以人民把選票投給黨票 投給的時代力量 讓他有機會進到國會裡面 為人民發聲 這不就是民主可貴的地方嗎 社會上的悲劇 我們透過民主去改革去改進 這叫什麼不相稱的權位 這是什麼用家庭悲劇去謀取 到底有哪一個人 會因為想要去當立委 所以說要欺負家人發生這種事情的 李萊希這種用小人之心 去度君子之父的這種心態 這真的惡劣到起點 那我必須要去講的是說 韓國瑜面對這樣的事情 他有沒有出來做澄清跟道歉呢 他剛剛發了一個聲明 他說上子跟上女都是家族巨大的悲痛 但是他呼籲任何人 不管是支持韓國瑜 還是罷免韓國瑜的 都不應該 有這個仇恨言論應該要道歉 拜託 現在發生這個事情的是誰 是你這個支持挺韓的韓芬講的 你把罷韓的扯進來說什麼話 罷韓的也不應該有仇恨言論 罷韓的仇恨言論在哪裡 罷韓的有講過這麼離譜的話嗎 韓國瑜講這個話裡面 一句都不敢提李萊希的名字 所以他都沒有譴責嗎 他為什麼不針對李萊希說 請李萊希停止 請這樣的行為停止 請支持我的朋友不要那麼做 沒有 他還硬要把罷韓的也扯進來 各打五十大板 各打五十大板 這種假中立就是韓國瑜 為什麼會叫做原因 過去大家那麼討厭的說 韓粉霸凌的這些行徑 韓國瑜面對這個說法 說法是什麼 大家印象還記很清楚 那些都是假韓粉 那不是真韓粉 韓國瑜從來不敢面對 一個一個真實的韓粉 在霸凌別人的時候 韓國瑜不敢指責他說 你這個韓粉我不要你 你這個韓粉我不要請你閉嘴 韓國瑜不敢這麼講 他失去韓粉的支持 這就是韓國瑜為什麼 他是說什麼 我們要防疫不要對立 這是太可笑了 他殘酷到不配作為一個人 我沒有想到說 怎麼有人可以講出 這麼兇殘的話語 你講出來的話 事實上比殺人兇手 手上的那把刀 還要更鋒利 你怎麼會對一個受害的人的心臟 再用你的言語去戳人家 狠狠的在人家心頭上再戳一刀 這種行為我真的無法理解 因為畢竟人鬼殊途 他這種不配作為人的這些言論 我覺得我作為一個人 一個女性 我沒有辦法評論這麼低賤的行為 那所以他是因為為了要捍衛韓國瑜 保護韓國瑜 所以他不惜地用他的言語 在人家的心頭上戳一刀 讓人家再死一次的這種行為 韓國瑜如果你不用一個 嚴正的態度出來阻止 出來譴責的話 那是不是就代表 韓國瑜以及你所領導的這些支持者們 你們同樣的嗜血沒有人性 你們跟殺人兇手根本沒有兩樣 韓國瑜都現在也沒有阻止 也沒譴責 真正製造社會仇恨的 就是你們這一群人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在這件事情上面 絕對不可以置身事外 不可以輕描淡寫 因為李萊西用他的言語做這個殺人的行為 其實就是為了你韓國瑜 這個時候作為被罷免主體的韓國瑜 你的強度就必須比一般人還要強 如果你沒有表現出比一般人還要強的這個言論的時候 我會覺得是不合格的 為什麼 因為今天李萊西這麼可怕的言論 是為了要保護你 你才是那個爭議事件的主角 所以如果黃子澤覺得說 你們大家通通不理性 人家韓國瑜都已經有講了 不要仇恨等等 如果國民黨仍然覺得 這種霍西尼左邊也打50大板 右邊也打50大板的方式是對的話 我也鼓勵黃子澤持續這種言論 因為他將會助長6月6號 投下贊成罷免韓國瑜的票數 持續衝高 我建議一下時期好好看一下 韓市長的這個臉書 看了啦 只要沒有看就來這樣評論 我覺得這樣真的很無聊 看了啦 然後對於這個台商 是你自己黃子澤 黃子澤你自己沒有看 我覺得國民黨會選 國民黨高雄市長韓國瑜的臉書 然後在檢察官的起訴書裡面 完全沒有提到國民黨 還有韓國瑜進化的角色 因為今天要被罷免的是韓國瑜 所以黃子澤 如果你用這樣子的態度的話 我祝福你國民黨 韓國瑜6月6號一定會被爆發 好